你没有一个辣椒 你不能活不下去了吗 你头发 你头发不吹 有什么会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谁 会让你这样死的 在这里吗 王子文的瓜来了 3月8日 王子文在节目 《半熟恋人2》中 提到自己没有恋人了 正是官宣分手 王子文挺勇敢的 爱了就大大方方承认 分手也大大方方官宣 在暧昧期主动承认 自己有一个儿子 就是不想恋爱后被人嫌弃 然而 吴永恩这边的头像 还是两人合影 很对网友跑到他的账号下 吐槽围攻 他没有担当 分手还要女方单方面宣布 王子文和男友吴永恩 因相亲综艺而相识 当时年轻帅气的吴永恩 一下子就走入了王子文的心 为了让对方多了解自己 王子文不惜将自己 隐藏多年的秘密公之于众 当着全国观众和吴永恩的面 承认自己有一个孩子 当时王子文低落的表情 就像是一个等待审判的囚徒 而从小在美国长大的吴永恩 在面对这个让自己感兴趣的女人时 也是给予了很大的宽容 听到有一个私生子 有过短暂的惊讶之后 就非常绅士的给了王子文 一个安慰的拥抱 节目结束后 这对情侣的恋情 在现实生活中继续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起的照片 此前表示对爱情不感兴趣的王子文化 深恋爱恼 在网上晒出了两人的恋情细节 看到这对幸福的小两口在一起 粉丝们都落坏了 他们常被称为娱乐圈的金童玉女 然而 他们甜蜜的爱情是短暂的 2022年7月份 相恋一年零三个月的王子文 与吴永恩参加 木野家族时 两人间的爱情就已经岌岌可危了 比如在做菜时 只因为王子文说了一句 我给你做一个白糖番茄 就遭到吴永恩一通应对 说明明是做了一起吃的 你偏偏说是为我做 搞得你好像在伺候我一样 要不我给你做个白糖番茄吧 那个很好吃 不要说给我做好不好 我们在一起吃的 你不是给我做 哎呀 有这么重要吗这词 我觉得很重要 反映你的 你的想法 跟你的内心 吴永恩这明显带着情绪的话 显然是早就已经对王子文 有所不满的了 颇有点因为以前在热恋期没计较 现如今脑子清醒后就感觉 非要争一个谁是谁 飞出来不可的感觉 最终这一场争执 以俩人冷战结束 看到这 不禁想 俩人在摄像头下都这样 不知私底下又该是怎样一番争执 而且在节目中 吴永恩和荣祖儿举止亲密 网友一直在骂他们 王子文也没有出面维护男友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俩人的互动也开始减少 王子文删除了一些 与吴永恩有关的内容 也有报道说 他们在机场对彼此冷漠 粉丝们开始猜测两人的恋情 最终王子文宣布单身 素人吴永恩爱上王子文那时 很多网友就不太看好 这段恋情的长久 吴永恩与一个有争议的 女明星谈恋爱 也许是为了炒作出名 这部这段感情的新鲜感已过 吴永恩就暴露了 他原本的真面目 在和荣祖儿聊天的过程中 王子文吐露真心话 表示吴永恩还是嫌弃我有孩子 王子文一脸无奈的表情 真让人看了都揪心了 这个过程是非常奇妙的 而且你肯定不是两三年 这是他在他成年之间 还好 王子文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 体验了一次柴米油盐的生活 并及时止损 这样的行为很通透 也很幸运 最后 希望他早日找到真正的幸福 做一个自信 可爱的女人 ichi方便主要 Angry 老章 虑 唷 唷